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行政院长陈建仁手中接下讲座 建厂40余年一路做到最大浮速化学品设备商 成为多家半脑体业者的合作伙伴 上品综合工业董事长侯嘉森分享成功的秘诀 在于眼光放远同时重视人才培育 我们应该建议我们所有的企业把眼光放远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才 除了需要人才之外 其实是没有其他的招数的 但是我是希望各位在人才的建立上面 获取上面能够更用心更努力 除了上品外 第七届卓越中间企业奖得主各个都不简单 像田育科技专注于电子子驱动IC设计领域 市占全球第一大 太平洋依材生产的密闭式抽谈馆 达到全球前三大 而虎山实业的策用把手 则为北美AM市场市占第一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这次评选标准有两项重点 包含具有独特技术及国际竞争力 十佳得奖企业经营表现杰出 是整体产业活力的来源 我们这个得奖的企业呢 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中间企业 那这个就是台湾非常活泼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产业的状况 那我看了一下的营业额从一百多亿 到十几亿都有 但是他们的技术都有独特的地方 首次出席颁奖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在全球经济局势破涛汹涌之际 我国经济表现较其他国家亮眼 包括2023世界竞争力联报 台湾排名第六 在2000万人口以上 更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而在全球最高品质国家 台湾恩获得第二名 这些都是政府与民间一起努力的成果 这一届获奖的十家企业 在国际产业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 成功经验更值得全世界效法学习 而为了延续得来不易的经济成果 陈建仁表示 政府规划一连串措施 希望协助企业升级 其中半导体产业部分 未来十年更将投入3000亿资金 致助提升关键技术 我们不只是要让半导体产业越来越好 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有精创计划 我们未来十年会投入3000亿的金费 让我们在半导体的制造 封测 还有在AI技术 以及半导体设计方面 都能够更上成容 但是我相信除了半导体产业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专精在关键领域 还有独特技术的这些产业 让我们能够在产业供应链里面 占有一席的中间企业 实际上是很重要 在颁奖前的联访中 陈建仁也针对台中捷运南线 或行政院核定强调 是中央跟地方合作所促成的结果 至于台北市环庄县二企 与万大县一二企的经费不足 差额约757亿元 台北市政府期盼中央补助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表示 经费补助将按规定核定 台北市政府所提出来的 这三个捷运计划的修正计划 听说已经送到了交通部 正在审议当中 那在于经费补助的部分 我们有一套这个规则 来按照不同的标准 来补助不同的县市 从事捷运的新建 我们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跟规则 来做相关的补助的核定 对于赖清德提到 520上任总统组阁 将比照先前立委提名的 民主大联盟模式 筹主跨党派跨世代 行政院长与各部会首长 不一定是民进党籍 陈建仁说他相信 赖副总统已经有很好的规划 现阶段内阁阁员就是 坚守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 至于外界关切 520后是否会续任隔回 陈建仁坦言 自己热爱学术研究 希望能回到中研院 我相信赖副总统 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规划 对于所有的内阁的人士的安排 我相信也能够符合国人的期待 我自己也相当的期待 目前内阁阁员 我们大家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坚守岗位 继续为国家来打拼 把国家带到一个更美好 更坚韧更温暖的境界 那我个人对于学术研究 以上是我的最爱 我520以后 希望能够回到中研研究院 继续我的学术研究 为人类来服务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